不用煮就能吃的葱油拌面 真的太香了 我又回购了两香 只需要加开水泡五分钟 然后加入里面自带的三袋调料包 就这样拌一拌就可以开吃了 面条筋道 葱香浓郁 天气越来越热了没胃口 可以安排这个三汤肉片 肉质嫩滑 酸辣过瘾 首先我们旋里鸡肉 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加盐 胡椒粉 蛋清 生粉 葱姜水 抓匀腌制十分钟 这是肉质滑嫩的关键 油热下姜蒜辣椒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碗清水 调味就用这种熬制好的三汤料 一袋里面有四包 用一包就够了 煮开后放入喜欢吃的蔬菜 烫熟捞出垫在碗底 然后下肉片轻轻滑动 煮个两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天气越来越热了没胃口 可以安排这个三汤肉片 肉质嫩滑 酸辣过瘾 首先我们旋里鸡肉 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加盐 胡椒粉 蛋清 生粉 葱姜水 抓匀腌制十分钟 这是肉质滑嫩的关键 油热下姜蒜辣椒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碗清水 调味就用这种熬制好的三汤料 一袋里面有四包 用一包就够了 煮开后放入喜欢吃的蔬菜 烫熟捞出垫在碗底 然后下肉片轻轻滑动 煮个两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天气一变冷 我就喜欢给家人煲汤喝 不仅营养美味 而且简单方便 煲一锅可以吃一整天 锅内放少许油 包香姜片 鸡肉洗干净下锅炒 煲汤我喜欢用老母鸡 而且新鲜的老母鸡不要焯水 放锅里炒香再煲汤特别鲜 炒到鸡肉开始冒油 加满膜过食材的开水 转入刷锅 扣盖小火焖煮一小时 加板栗再焖二十分钟 加虫草花和红枣继续煮十分钟 出锅加盐和胡椒粉调味 塞一把枸杞营养又滋补 我家孩子因为这碗汤干了三碗饭 天气热孩子不想吃饭 你就做这个番茄牛肉 做法简单 小孩超爱吃切好的牛肉 加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蚝油 葱姜水 胡椒粉 生粉 给它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 油热葱蒜末炒香 倒入去皮的西红柿 给它翻炒出沙 一碗长姜水 加盐 鸡精 白糖 洋葱末 然后转小火下入肉片 一片片的下 大概煮个一分钟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快做起来吧 天气热孩子不想吃饭 做法简单 小孩超爱吃切好的牛肉 加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蚝油 葱姜水 胡椒粉 生粉 给它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 油热葱蒜末炒香 倒入去皮的西红柿 给它翻炒出沙 一碗长姜水 加盐 鸡精 白糖 洋葱末 然后转小火下入肉片 一片片的下 大概煮个一分钟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快做起来吧 天气温热不想吃饭 那么可以做一锅这样的酸辣汤 汤酸开胃超好喝的 首先嫩豆腐先切丝 再切成大大的薄片 爱吃的配菜也都切成丝 水开倒入豆腐丝和所有的配菜 再放一包这个大厨 根据比例 调制好的酸辣汤调料 其他的调料都不用放过 煮一分钟后淋入一个鸡蛋液 有条件的撒点香菜 这样做的酸辣汤酸辣好喝 干人小孩都喜欢 天气热不想做饭 就试试这道酸辣爽口 比大一大肉还好吃的凉拌菜 鸡腿冷水下锅 煮15分钟过一趟凉水撕成块 木耳和虾焯水倒入碗中 加鸡腿肉 黄瓜 洋葱 蒜末和小米辣 好吃的关键是这瓶泰式风味汁 其他什么都不用加了 腌制两小时就可以吃起来了 上次做的猪肚鸡汤 很多小伙伴说做的不够正宗 今天做一个正宗些的猪肚包鸡 整只鸡塞进猪肚 放入姜片取芯 把口子扎好 放入砂锅 加挡参 莲子 过过食材的水 扣盖煮90分钟 煮好的肚包鸡 滑开 猪肚切条 鸡肉切块 放入汤汁中 再加红枣 枸杞 盐 胡椒粉 再煮10分钟 好吃又营养的猪肚包鸡就做好了 赶紧试试吧 吃不完的椰子 不要丢了 买椰子记得买老一点 像我这样太年轻了 剥的不好剥 撬出来的椰子果肉 小区硬皮 我真的花了三个小时才弄好 用水清洗一下 不要泡太久 要不油脂会得洗掉 把果肉切丁 倒入祖传的石墨中 接下来就是不停地抹啊 抹啊 抹 抹好的椰漿 用纱布过滤 用力得及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舍得拉肚 剩下纱布里包裹的部分 就是椰龙啦 椰龙可以晒也可以像我一样放进烤箱烤 过滤好的椰浆放上一个网上沉淀凝固 捞起表面凝结的部分 放进锅里开中火慢慢熬 熬着熬着会越来越清澈 大家可千万不要学我 一定要用不粘锅 没办法老拽换一个锅 同样的中小火慢慢熬 有没有觉得特别像在熬猪油 把油渣的部分过滤掉 里面还是有杂质 所以我们要再过滤一遍 这样清澈浓浓叶香的椰子油 做好啦 唇膏刚好用完了 用椰子油来做一点 20克的椰子油 10克的蜂辣 无微放凉挤入两克的围衣 趁热倒进模具里 尝尝空的口红管 椰子油的用处真的很多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用来吃 平时用来炸个鸡蛋 真的紫香 重点是热量还低 蛋香和椰香真的是绝配 椰子油的保湿度也是真的好 像这样做上一次 我能用上大半年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吧 我告诉你哦 快过年了 年夜饭桌上一定少不了一条鱼 玉衣粘粘有余 一条处理干净的鱸鱼 背部两边各划一刀 尾巴两边再划一刀 这样鱼就能一起来了 放小勺盐 白胡椒粉 搓一点葱姜汁 给它全身搓一遍 摆入盘中 水开上锅蒸8分钟 出锅摆上葱姜丝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饭店大厨 都在用的白灼汁 味道真的很惊艳 浇上热油 上桌了 前嫩又多汁 我最近不是在控糖控油吗 所以每天晚上都会喝这个素食海藻汤 这个真的特别方便 开水一冲就行了 只需一分钟 一碗鲜香美味的裙带汤就做好了 它这个脱水技术营养还特别丰富 里边有裙带菜 胡萝卜和枸杞 就这一大碗 够我喝的饱饱的 这是夏天我家餐桌上 经常出现的一道凉拌菜 而且百吃不腻 热油爆香蒜末小米辣 加白芝麻 原鸡精 生抽 陈醋 辣椒面 搅匀备用 黄瓜拍碎切成丁 水开下木耳腐竹和藕片 浇水一分钟捞出放碗中 倒入黄瓜和调好的料汁 凉菜的灵魂是红油辣子 喜欢的可以多放几勺 加点花生米 零一圈香油 撒上香菜 扎拌扎拌 散烂爽口的凉菜就做好了 年夜饭上的一道金鱼满糖 平时做给孩子吃也非常适合 红椒切成丁 瘦肉切成末备用 油热开小火炸一个腰果 炸至金黄捞出 不用起锅 下瘦肉 炒变色放少许盐 糖 老抽 煸香后捞出 另起锅下一米 红椒 炒断生后 放肉末 腰果 一勺盐和生抽调味 翻炒翻炒 撒一把大蒜叶 满屋飘香 就可以出锅了 家里有菠菜的 可以像我这样做成翡翠凉虾 酸辣爽口又清凉 菠菜叶子加水打橙汁过滤 取一包豌豆粉倒入锅里 加850毫升菠菜汁 先搅匀再开火 边煮边搅拌 一直煮到这种透明粘稠状 提前准备好凉水 把粉浆倒在漏勺上滴下去 翡翠凉虾就做好了 淋上调好的料汁 拌匀即可开吃 还给女儿做了一碗甜口的 喜欢你也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